现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发达 像有这些社交网站 就使得这个代沟有时候会发生 就最近北卡罗莱纳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老爸突然上脸书 发现他女儿说 我的老爸老妈真糟糕啊 你们那个成天要我干家务 我以后不管你们了 这老爸一生气 拿起那个女儿的电脑 就给了电脑六枪 打完六枪之后就说 我告诉你妈了 你妈叫我再给她多补一枪 又打了两枪 所以打了八枪把电脑打烂了 他把这个打枪这个视频放到网上 结果引起争议上千万人去点击 点击就说 是不是这老爸做的对不对 有人说老爸做的好 有人说不行啊 这老爸真糟糕 所以这很有意思